由《董事高聖經》中心舉辦 我們請了一位很風趣 但又很認真的神父 就是李哲元神父跟我們講解的 大家好 大家好,先打個招呼 我們發電郵出來的時候 都已經說了 是有些章節請大家神父給予了 請大家看的 這是《馬逗福音》 一章十六至二章二十三 還有《路加福音》第一章 二十七至二章 五十二節 希望大家也有看過 在神父堂的時候會比較清楚 先講講規矩 現在 上課說的神父說話的時候 請大家積了正音 按了正音 如果要問問題 就逐個逐個問 其他人問的時候也會有正音 如果要問的時候就開麥克風 可以嗎? 是這麼簡單 再說一次 歡迎大家參加這個聚會 我們現在這個時間 交給李神父 麻煩你神父 好 謝謝 由2021年开始了我们这一年的生活 虽然我们未知我们今年的情况如何 但是我们知道的天主时事保守护友我们 特别是他的使者 也是今晚我们重点的人物 圣若瑟 他一直护守着圣家 一直护守着教会 一直护守着这个世界 护守着我们 让他继续护守大家的新心灵 受得地向他所祈求的恩着他的恩宠 转达给我们的上主 使上主一日的英魂 我们都愿意在今晚的讲座里面 让圣神进入我们的心灵 开放我们自己 去接受天主给我们的恩宠 我们祈祷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求祢苦听我们的祈祷 阿玛 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对 好 不知道大家报名参加这个讲座 有什么期望 希望不会失望 多谢董事高乐再一次 去办这个讲座 给我一个机会准备 初初准备的时候 以为很简单 圣药室谁不懂 一点都不难 但是当看回我们重要的人物的时候 更加透过不同的人 不同的教宗 尤其是我们 我们最爱的江西国教宗 他的 那个 墨涵 给我们很丰富的资料 所以盼望大家 透过圣经 透过教会的文件 更加认识到 这位我们 保世教会的主宝 圣药室 之前有一些教友在Facebook 在问 神父 究竟今年是什么年 为什么他们这样问呢 就是我们教区很早 设定了今年的牧民路向 就是唐区更新 大家都知道的 唐区开始了没有 第二个就是 教宗跟着讲的 圣药失恋 我以为这两个主题已经够了 但谁知道 整整一下 教宗又淡多一个主题 叫家庭年 所以令到教友相当混乱 问我究竟今年什么年 其实今年就是2021年 没错的一定 所以其实 透过教会给我们 在这一年里面 很多的主题重点 是使我们 在这个困难之中 帮我们有更丰富 更丰盛的一个机会 去过这一年 我们无论疫症怎么样 不要紧要 重要的 我们有天主 有这么多的 丰富灵性上面的滋养给我们 首先说就是我们自家 我们教区 我们中座处理 汤汉书基 在他的 张林奇墓涵里面 宣布了 在这一年里面的牧民路向 就是唐区更新 他订立这个唐区更新年 其实首要的就是来自 教宗方济国 在福音的喜乐 勸语里面的一个邀请 促成了我们 在这个年度里面 将这个成为我们的重点 因为他觉得 促使唐区成为团体之中的团体 我们其实是同人 和所有的人在一起的 而另一个文件呢 就是来自圣作 圣迹部 在2020年7月20日宣布的 就是唐区的牧民归衣 就是为福全使命 和教会的服务 这个份领里面 所以 书基有敢于新冠疫情 凸显了当下社会的文化 和我们很多生活上的转变或者改变 所以唐区书基在他幕下里面 指出全球的疫情 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 时代的征兆 加上科技文化的大力转变的影响 我们会发现 过去我们以团区 或者是神职人员 为教会 信仰中心的这种生活模式 慢慢慢慢 已经因为这些的情况 香港更加 除了疫情 还有正常的影响 很容易就和社会 缺绝了 唐区再不能够 好像以前这样 一起对集在 聖堂教会里面 以一个社交接触的模式 一个中心点 更加不能够 以神父作为这个团体 或者信仰一个主导 藉着礼 而去回应你的信仰 今时今日 再不是这样的了 所以很多的情况 很多的问题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转变 例如说 一向我们在唐区里面 帝兄姐妹接触 那种团结 由爱 透过圣言 给我们 推动我们 要实践公义 追求和平 这些渴望 就已经 慢慢慢慢地 和你的生活 和我们的信仰 开始有所脱离 或者脱节 所以我们的书记 第一个重点 就是希望我们 唐区更新 改变了我们 过去信仰的模式 和习惯 能够重新调教 所以现在大家 去不到聖堂的 我们会透过很多的 视像 直播好 我老友 陈大雅 錄播好 或者我的福音 分享 錄音好 给大家多些机会 去接触信仰 申办我们的信仰 不单止我们 自己的教区 其实 普世教会 都因为 在这个时代里面 有很多的 不同的回应 为教宗 方济各 有敢于这种的 转变之下 他在 去年 12月8日 聖母此胎 无掩 原罪 占礼当日 公布了 教宗 方济各 父亲的心 Patrick Cordier 宗座目函 有很多人 不同的译名 有些叫做 父亲的心墙 有些就是 父亲的心 我大为喜欢 父亲的心怀 官方的译文本 听罗国飞 神父说 就快会面世 大家可以等一等 看一看 这份的 宗座目函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 纪念 增幅庇护狗施 宣布 聖若室 是普世教会的主宝 教宗在目函里面 音定 由去年 12月8日 到 今年的 12月8日 是 聖若室年 紀念 这个 通遇150周年 好了 那跟着 过多几个星期 受聖神的启迪 那我们教宗 方济各 在12月27日 聖家节 三宗经 祈祷活动之中 感受到 家庭的重要 因为聖若室 是聖家的一个 支撑者 他呼吁我们 要反省的 就是 天主 聖子 跟所有的小朋友一样 需要家庭的温暖 这个事实 所以 他就 开始想 怎样去 呼吁我们 反省这个 聖家 因为 由 耶稣 祝福 马里亚和 聖若室 组成的聖家 去帮我们 成为我们 现在 家庭的一个榜样 因为 世上所有的家庭 都能够由聖家里面 去找到一些参照点 或者给我们一些啟發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 教宗在祈祷里面 聖神的启迪之下 又开始 给我们多一个方向 教宗 认为 聖家的生活 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呢 就是 喜乐 不是火 喜乐 耶稣在他孩童的时期 被聖母马里亚的母爱所围绕 更加受到聖若室的康护照顾 耶稣在聖若室身上 看到什么呢 看到天赋那份的温柔 所以 教宗表示 我们都要蒙照重新发现 家庭提供的教育 那种的重要性 好像中国人所说 我们有什么 有家教 有家教 我们的小朋友 将来下一代 全民的就是家教 家庭的教育 很重要 家庭的基础 所必须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始终能够 不断增进的关系 是不断进步的 不是退步的 开启我们希望的视野 那种的爱 所以 家庭里面 家人应该怎么 一起祈祷 互相关爱 彼此宽恕 温柔的相待 更加要承行 天主的旨意 那刚才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们几个神父 谈开 来到这个主日 大家知不知道 什么主日 就是圣仪主日 我们想的就是 如何去 在唐区里面 去推行圣言 阅读圣言 尤其是我们唐区 圣业利乐堂 是吧 翻译圣经的 就是圣业利乐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重视圣经 那我们利用新神父 就开始想三年的读经计划 在这里透露大家 给大家认识多些 因为我们 董斯高 都是一个圣经的中心 是吧 培育圣言的中心 他教我们第一年 速读 八快翠翠可以读走他 读两次 第二年呢 就熟读 读熟他 第三年呢 要读通他 要通读 和加快 物观 那这个呢 有待 利用新神父 去带领我们唐区 好的 大家一起去试试 教宗承认 每一个家庭 都有自己各自的问题 尤其是现在 是不是 面对社会 面对疫症 很多家庭 出了 很大的问题 在这里 因为我们始终是人 人有弱点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有时甚至 也有声 同室操歌 所以教宗面 我们其实 以前已经说过了 为了和家人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在每一天 睡觉之前 大家要修和 修好 圣经都有说 含露 不要到日落 快点清了 有靠好份 教宗重申 家庭 或者婚姻里面 三个重要的关键词 大家都应该听过了 第一个是什么呢 I'm sorry 有什么事 先看下自己的错 不是看别人的错 自己的对 先说 对不起 I'm sorry 第二句 是什么呢 就是 请你原谅我 Please Please Excuse me 最后的 要说什么 Thank you 感谢 多谢你的体谅 你的原谅 所以如果家庭里面 大家都懂得 善用这三个词的话 教宗说 一定能够维持家庭的和睿 那这个也是 五年前 所攀布的 爱的喜乐忠座劝喻 所善名的重点 这个文件是2016年 大家还能记得 就是 圣约室尖礼 公布了出来的 所以到今年 2021年 3月19日 就是 刚刚的是 五年的纪念 所以教宗很有心思 将这些一切 好像炒在一叠 但是其实是 豐富了我们 让我们 好感作一次去 散南 爱的喜乐 一个的圈喻 更加的 教宗定了 由 今年的 2021年 3月19日 圣约室主报占礼 开始这个家庭年 的序幕 而且 在明年 2022年6月 会在罗马 举行 第十届的 世界家庭大会 在那时才闭幕 希望 疫情快点过 是吧 这个家庭年 这么隆重的庆祝 可以顺利在罗马进行 所以希望 我们藉着 这些 教宗给我们的 这么丰富的主题 在几困难里面都好 我们一定可以 过得到 过得去 所以 不要看少 我们在信仰里面 现在特别 不是靠密集 不是靠人 那种的关系 而是靠我们的 灵性的生活 多些的充实自己 多些的去学习 说回这个 圣约失联的 原由 其实就是 增幅庇护狗世 有些人叫做 增幅庇护狗世 他在1870年 聖母无掩原罪尖离 那天宣布 圣约失是什么 是普世教会的主宝 有些人都 会听圣约失叫做 大圣约失 我老友都那天 那次 问我们 什么时候 开始 称他为大圣约失 其实真的没有人 记得 这个称呼 很早期 教会已经有了 尤其是很多教父 都称他为大圣约失 如果大家找到 哪一个 第一个 叫他为大圣约失 告诉我 不认为大圣约失 圣约失 都是这个圣约失 真正的开始 不是很多人知道 教宗指出 圣约失是一个 很低调的人 完全不起眼的 引人注意的人 在他日常生活里面 他很少说话 他不是啞的 但他很少说话 甚至很少露面 所以你如果有看 我邀请你们看的 摩托福音 或者是 路加福音 特别说 耶稣童年的记载那些片段 我们找不到 福音记载 圣约失 任何一句的话 好了 这一方面 在一会儿 讲到圣约失的时候 大家会认识多一点 好了 既然讲 我们的教宗 增幅庇护狗世 大家都要认识一下 他的生平 是不是 因为已经很久了 这么多年了 原来 增幅庇护 教宗 他是1792年 5月13日出生的 大家知道5月13日 是紀念什么 是吧 巴典马圣母的紀念日 虽然不是那一年 但是很重要的日子 他就在意大利 东面 靠近阿德里亚海叛 的塞尼加利亚 大家想像一下 意大利的地图 我翻查地图 发觉原来 教宗出世的地方 很近利马逗 原来 不知道 将来有机会的 董事哥 搞一个朝圣团 他那里朝圣也挺好的 去庇护狗世 增幅教宗的出生地 去买利马逗 还可以一直到很多地方朝圣 希望去得到 我们 1819年4月10日升神父 1827年6月3日升主教 多少年在那里 八年左右 做了主教 已经 再过多几年 13年 12月14日 更加作声为书基 过多六年更重要 1846年6月16日 受任为教宗 所以看到他 多有圣德 多有圣宠 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呢 做到1878年 2月7日 离世之后 一年85岁 一共在位 三十一年 二百三十六日 人数得这么清楚 去到2000年9月3日 我们圣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 将他列品 列为 增幅品 这就是他一些新品 大家有欣赏 他可以上网再找多些 不难找的 他在位期间 在教会做了什么呢 第一 他就确立了 圣母马尼亚 此胎无厌原罪 这个信令 就是认定 圣母由 受任之初 即是在 他父母 记得他父母是谁 圣约阿经 和阿纳 在父母那里 被怀孕的时候 已经蒙天主的保护 没有受厌罪的污染 去 确立了这个信力 第二个更重要 他确立了什么呢 教宗不能错的信力 这个真能导大 教宗怎么会不错 怎么没机会错 是吧 不过 要清楚的 教宗不能错的信力 只是在于他 向土地教会 去公告信仰的要求 理的时候 就是在独华上面 有不能错权 其实 要阴定宣布一个信力 不是你跟我说 这么简单的 经过很长时间 教会的相信 神学家的研究 才能够确定一个信力 所以 教宗去阴定这个信力的时候 有一种不能错的权力 其实都不是太过分 因为有时不是他自己 是来自教会这个团体 来自其他神学家的研究 另外一件事他推动的就是教会的更新 在当时 所以特别在1869年 他为了要使教会更新 他召开了第一次的梵蒂江大公会议 不过可惜的就是 这个会议一开都未完 那又遇到什么呢 如果当时欧洲的战争 意大利的内乱 外斗 停摆了 没有完成到 直到1960年 由聖约王23世 他就任的时候 宣布闭幕 不过都不必再继续了 不如close了算 然后close了之后 才开始另一个新的会议 就是梵蒂江第二届大公会议 由我们的教宗聖约王23世开始 当然他没有结束到 因为他已经 释怒 已经去了释怒 现在很多人去释怒 归主 又由 普六世帮他 1964年 差不多的时候 帮他卖尼 在1870年 12月8日 他宣布 聖约室是普世教会的主保 这个就是在网上下载回来的 那个 当时 教宗彼虎狗世 所 攀布的 正如尚主通语 Qua Modern Deus 就是通语的名字 这份通语里面 内容大致 是这样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正如全能天主 当时指派约室 古圣祖 雅各八角仔 被 他们出卖了 去到埃及 在那里解救他们 在饥荒里面 给他们 储了粮 那麽 也都是 时期一门 天主都派起 他唯一独身子 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救主 拣除了另一位 弱室 成为第一位 圣家之长 实际上 他也有 正配 无颠 童精 善慕玛尼亚 即着 玛尼亚 主耶稣 基督 因聖神 受孕而誕生 耶稣 在世 就被安排在 弱室 所谓 在世的父亲 在那里 接受管教 其实 无数歷代的 君王 为先知 都想亲见 救世主的来临 弱室 好有恩宠 不单止可以见到 救世主 甚至可以 去接触他 好像 爸爸妈妈那样 去拥抱他 去亲吻他 他都很勤奋 扶起 这头家的需要 抚养耶稣 使他成长 使他成仁 使我们能够日后 可以借着他 而领受天降神亮 得到永生这个恩宠 所以由于这个 极崇谷的尊业 天主赋予 以弱室 为最忠信的福人 教会都时时 以最大的荣誉 和赞颂 给了我们 聖约室 他的位置 僅持于 聖母 瑪利亚 天主之母 不少人 在困难的时候 都会向聖约室祈祷 祈求他的帮助 教室 在教宗庇护狗世 都有敢于当时 社会 世界 教会 遇到最困难的时刻 因为 教会当时 受着四方八面的攻击 灾难 人在一个一个掩盖 将教会 压倒了 重到令到那些 不信主的人 不信神的人 说什么 地獄之门已经大开 魔鬼的势力 比你们的教会 所以当时 全世界的教会的神长 不仅是神长 包括教友 都向教宗 作出个懇求 希望他 定立 聖约室 是 普世教会 甚至全世界的主堡 他们将为 凡帝的第一个大会 会议 那种的祈求 转向了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会议 开不成了 所以唯有的 就是 转向 不如求 聖约室 做我们的主堡 去护右 保守我们 所以 教宗庇护狗世 很开心 将自己 得到的 神父 主教 教友的支持 宣布 以大圣约室 为全球教会的主堡 他本来是想将这件事 在3月19日 圣约室尖禮 那天是很幸福的 神父 神父 我想问 你的PowerPoint 是否还未移动 现在我看到 正如上主通宇 那里 你说完的 好 不好意思 大家 不要紧 不要紧 我说了 其实是通约 好 谢谢 大家耐心 快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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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来远了 所以教宗都特别定了这个敬礼圣约室 这个3月19日之日不切8日兴旗的 很多都是兴旗,跟着是多少是兴旗 但是圣约室尖礼是没有的 所以经过圣礼部的建议 不如将这件事留待12月8日 圣母同质无意原罪庆日才公布 都有好处的,因为约室就是圣母的净配 最重要的是大家不得反对 所以说了就说了,大家不要反对 这个就是正如上主通语的内容里面 让我看到怎样定立了圣约室是普世教会的主宝 在这个开始才有今天今年我们的庆祝,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去到另一个时候就是他的接班人 大家知道他接班人是谁呢?就是十三世 就是1889年8月15日 圣母升天那天,颁布了这个通语 就是无论如何有时候 在这个通语里面 在这个通语里面,教宗重新去提起 对圣约室的敬礼 他很开心,在他之前的前辈 圣座,开始了对圣约室的敬礼 他很开心的,因为他自己都很认同,很支持 所以他都同意,也都加强了对这个敬礼的推动 梁十三都出了很多力 他在他通语里面,重温班很多之前 庇护九世讲过的一些说话 他说在给与圣母作为圣约室的政配的时候 天主任命约室的,要成为圣母一生的伴侣 是圣母同经的见证人 是他尊重的保护者 这方面,我们看到在圣经记载 虽然没有刻意地去说这些推论 但我们看到圣约室陪伴圣母的一生 就是见证了这件事 因为他在世两个是合法的夫妻 但是只是过一种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 他也提供给耶稣所有小朋友 依靠父母需要的一切 所以看到圣约室在这种相从性质之中 流露了一种承担的义务 使约室自然成为一家之长 更加约室成为监护人,管理人,性家合法的守护者等等 他也履行了所有职务和职责 比如说吃的,用的,穿的,全部都是靠约室去负担 他更加要在暴君杀英,逃离埃及 在艰辛痛苦流亡的旅程之中 要保护圣家,保护耶稣 所有都是成为了圣家耶稣的同行者,辅助者 更加的使圣母和圣婴得到给他们一切的需要 成为了这个家庭的支柱 教宗梁十三世更加说 增幅教宗比活九世,看到很多基督徒 贫值信心,尤其是对圣约室的相信 建设起教会,不受限制这个大家庭 即是教会的大家庭,遍及全球各地 所以作为大圣约室 在纳集纳为圣家提供所需要的服务 现在他已经圣袍加身,在天上 继续保卫耶稣基督的教会 所以圣约室对圣家,对圣子耶稣 那种爱和关怀 对伴侣的爱和平和忠诚 成为了一种典范 更加是保护经纪的典范 而圣约室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木匠 所以他都成为了工人的主导 对于工人,工作,或者一些程度教得的人 圣约室往往都是他们的模范 不用说,圣约室都被誉为天主子的父亲 圣约室他的一生不是很富入 他都很满足于自己的贫败 他愿意成就着很多的考验 对命运的考验 不过,他一点都不会受苦 因为他的灵魂感到很腐足 他愿意效法圣子耶稣基督 以劳博的形态降生成人 他愿意献出他的所有 成为生命的主宰 所以透过约室 其实帮助我们 帮助那些穷苦的人 或者低下阶层的人 懂得如何靠自己的劳力去工作 尽自己心底的善良 去履行一份正义 更加以天主的角度 这个目标 去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方式 暴力 会令到人陷于邪恶 我们应该以明智的态度 去仿效也若失 在慈母教会里面 多加一些的怜悯和爱 所以有感于 约室对教会这种重要 所以教宗 力量的教宗 都非常敬爱或者敬礼 大圣约室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 旧约时候的那一约室 因为在圣经里面 有两位约室很重要 一个就是出现在旧约 一个就是出现在新约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的 是不是? 因为旧约的约室 成为了新约约室的一个愚像 好了 这些图片 大家看看 其实就是说 旧约约室的一些故事 一些片段 我们综合 旧约时代的约室 它是附加之中的约室 是雅各伯很喜欢的一个儿子 但是 为什么他惹来 那么多兄弟的恨户呢? 大家知道 是不是? 就是他的梦 发过的梦 令到他哥哥很憎恨他 附多堂的约室 他是被附差遣 去那里找他的兄长 不过 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他就因为一去不返 这些哥哥看到他 就想杀害他 其实 因为 爸爸宗爱他 给了他一件 彩色的錦袍 不是彩虹战衣 有些是彩虹战衣 不是彩虹战衣 彩色的錦袍 所以他们要杀害他 因为执道他 仇恨他 好在 他的大哥 提议 不要了 不如 扔他在井上 算了 假借他被野兽 杀害了 算了 另外他弟弟还好 不如 有些人刚刚经过 去埃及 就卖了给他们当奴隶 救了他一命 这才有故事说 是不是? 他被卖到埃及 更加转手 又卖了给 这位大臣 普提法尔 在他家里面 去帮助 可惜的 就是 普提法尔的太太 看见药室 就好像看到小鲜肉 想迷惑他 但是 弱室 很坚决 抗拒他这种的诱惑 所以这位 蛇蝶妇人 就陷害弱室 说他想勾引他 占有他 所以被迫 普提法尔将他 信以为真 扔他到监狱 所以监狱中的弱室 在那里要受苦 不过又好彩 是不是? 他在那里 跟着 有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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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房的 是 煮饭的 厨师 因为得罪了 法郎 就被扔入了 去 虐室 和虐室一起 监狱那里 和虐室一起 由于是解蒙的原因 所以 那两个人被释放了 但是他们 一个被杀了 一个就升官 但是他忘记了弱室 后来 因为弱室 帮法郎解梦 就是 饥荒那两个梦 所以被高举成为了 埃及的一个 承上 受到万民的尖养 好了 就是因为饥荒原因 所以 这些 雅各伯一家人 要去 埃及 玩食糧 就 兄弟从遇 他怀了爱心 和宽恕 摄受了 他们 效敬了雅各伯 养生 和送别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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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死的时候 都充满着信心 和盼望 希望他的家人 能够将他 运回去 和他的先祖 就是以撒加 雅各伯 一起合葬 那这个就是 一些 约室的片段 我们来到 新约 的一位约室 那大家看这些图片 多多少少 都知道 发生什么事的了 约室是大陛的后裔 在耶稣做报告 讲得清楚 他是一个义人 想暗暗留待未婚妻 马尼亚 他是一个服从的人 他迎娶以华人的 未婚妻 马尼亚 他是一个很艱苦的约室 在梦里面得到啟示 要离开 逃难去到埃及 他也是很机灵的人 回到 回国的时候 怕了克罗德王 于是被居到加利勒雅 他一个守法的约室 他听话回去做人偶登记 将圣子奉献 去耶路撒冷过节 他是一个守护的约室 找不到客棧 要去马尼亚生子 但都帮助他 在马盆里面 让耶稣誕生 他都很徬徨 找耶稣找不到 找了三天 他很勤劳的 靠努力 而是活性家 他是一个慈爱的约室 因为他在父母的恩爱之中成长 如果你有看了 马尼和路加 一定很清楚 这些片段 新约约室的片段 教宗 光济国和约室 都很有缘分 所以都讲一讲 给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为何教宗 很坚决 在今次出国的目函 他父母本身就是叫约室 叫马尼奥 约室 巴格尼奥 为他主持受他度职的 那位总主教 又是叫约室 雷蒙约室 卡斯特里亚诺 他什么时候就任教宗 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3月19日 圣约室占黎就任 在他就任之后 没多久 他建议 同罗马礼仪声部 建议 颁布一个法令 叫我们在感恩经文上面 天主之母后 同正名马尼奥 之后 加上他什么 圣母的净佩 圣约室 所以你看到 他和约室的关系 那种的缘分 是多么深厚 甚至在他的教宗的木徽上面 这个盾徽上面 你看下面 由左至右 就会看到 左边 一粒星 八角的星 是寓意圣母 玛利亚 右边呢 就是金蟲花 就是寓意地上教会的圣人主堡 圣约室 所以你看到 在教宗的心里面 这个盾徽 其实 就是寓意着 圣家 有耶稣 IHS 是不是 就是说耶稣 耶稣 宗马利亚弱室 涉舍在教宗的心里面 给他力量 给他坚强 所以教宗 去年12月8日 攀布这个木险 一方面 是纪念 庇护九世 宣布他是 教会主堡的150周年 也都 攀布了这个 木险 父亲的心 父亲的心 或者你叫他父亲的心 乖 心脏好 不要紧 正确的翻译 应该是父亲的心 一方面是表达他对 弱室的情怀 也都鼓励我们 学习性弱室的精神 教宗一方面 说 弱室的伟大之处 最终是想透过 弱室去看天父那份慈悲 更加藉着木险 去表明 当下我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如何藉着弱室 给我们一些光白去面对 记得是面对困难 面对问题 不是去解决 很多时候我们想求天主 帮我们解决问题 对不起 天主不会帮你解决问题 天主会帮你有力量去面对问题 让问题 可以如何过去 因为我们相信 天主不会放弃我们任何一个人 他是我们的慈父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木险里面 教宗主要分开七方面 去介绍圣约室的特点 每一个特点都附有圣经的章节 就是圣约室和圣言 天主主耶稣基督 多么紧密的结合 所以足见 透过弱室作为世上的父亲 是完全反映着天父的增长 不单是在弱室 在弱室里看到天父 这个诗更加重要 所以很多部分都是透过圣经 去了解的 所以特别是 大家看的那两本福音 把头和弱家 教宗对圣约室的感受之外 也更加值得 很多前人、圣人 他们的文件和资料 给我们去参考 在父亲的心目限的罪言里面 说了 四部福音 都同样以弱室之子 去称呼耶稣的 福音没有直接说弱室 有些特别让我和马尔谷 不过 就是透过一个称呼 让我们知道他们的关系 但是 六章四入二节 那些人问 这不是弱室的儿子吗? 指着耶稣来说 是吧? 第六章第三节更加说 这人不是那木匠的儿子 他的母亲不是玛利 他的弟兄不是叫雅各伯 他说是弱室西母和尤达 他说是弱室西母和尤达 他说是弱室这个木匠 他说是弱室西母和尤达 他说是弱室的儿子 对弱室很多的称语 我们可以慢慢去欣赏 我们可以慢慢去欣赏 可敬的庇护十二世 就推举他为劳宫的主宝 聖约摩布鲁仪式 教宗奉他是属世主的监护人 普世教会呼求约室 是善宗的主宝 而教宗方济各 在今时今日面对疫症的影响 促成他很想分享他 他对聖约室 给我们的反思 因为 其实 最接近我们人的 这位聖人 就是约室 约室的生活 约室的一切 其实和很多人是非常相似 非常类似 特别 那些看来微不足道的人 教宗话是暗角的人 其实在旧恩史里面 扮演着无语伦比的角色 所以教宗提及的 包括了各阶层的人 尤其在疫症里面 教宗特别提的就是那些医护人员 能源男女的收到者 因为大家都明白 我们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去得救的 所以每一天都很多人保持内心 也都给予其他人一份的希望 而不是散播恐慌 而是分担着 面对大时代的一种责任 更加的 不少的是父母 祖父母 老师 更加透过日常的 情况 生活学习 去鼓励我们祈祷去面对危机 为所有人的一处去代讨 向上主祈求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在药室身上 发现他一个不坚硬的人物 很低调生活的人物 但是他成为了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代讨者 支持者和领导者 圣药室都教导我们 那些看来离不足道的人 其实在救恩里面 都扮演了他们独特的角色 在七个特点里面 第一样 教宗想突显的 就是 若失是一位至爱的父亲 这张照片我很喜欢 很漂亮 摆到非常合适 圣药室的伟大之处 就是在于 他一方面是 玛利亚的静佩耶稣的爸爸 就如圣金口若望所说的 他将自己完全置身在 侍奉整个救恩的计划里面 所以他一生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耶稣 为救恩这个计划 付出了他的一生 所以除了圣母是 参与了救赎 其实 某程度 若失都参与了这个计划 圣保禄 六世教宗更加指出 若失具体地表达了自己父亲的身份 藉着他一生为圣子降生救赎的奥迹 作出了牺牲的服务为目的 他将自己作为人的这种召叫 转化了成为对家庭的爱 甚至加入到自我超越的牺牲和奉献 所以他全心全力 以一份爱去服侍墨西亚 使他在这个家里面日渐的成长 所以多谢若失在救恩史上的角色 大圣若失一直被基督徒尊敬为父亲 所以在这个世界很多的圣堂、教堂 很多的宗教、机构、团体、修会 甚至我们选用姓名的时候 都是选择他的 以他为中心的很多敬礼 真的很多 甚至不少的圣人、圣女 都先后热心地敬礼过他 其中一位就是圣女大德兰 他书扎了若失作为他的护卫者和代讨者 有困难时都求圣若失帮他 为他去求恩典 圣女大德兰更加鼓舞 自己所得到的经验去分享给其他人 让大家一起去敬礼圣若失 在我们的祈祷文、祈祷书里面 你一定找到和圣若失有关的讨文 坊间有一句俗语 有时找谁呢? 不是来找李神父 找谁呢? 找大圣若失 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修院的走廊的尽头 近着图书馆那边 就是一座很大的圣日室像 有些修身就说 有东西靠找他吧 所以这个是大家都接受 都认同的 就好像当年 若失去埃及的时候 当那些人向法郎 去求一些食粮的时候 法郎就对那些民众说 你们去若失那里 照他对你所说的去做 創世纪第41章第55节 若失作为答美的后裔 作为伯特拉人 马里亚的正配 圣若失 就是站在新若、旧若 一个十字路口的中间 成为了新、旧若的一个 书楼重要的人物 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反思一下 天国好像天住一个大花圆 里面种植了万子雌雄的花朵 有鲜艳的红玫瑰 有含蓄的白玲蓝 有浓郁的火白盒 亦有幽香的抹理花 每一朵花是特别的 因为每一朵花都是这么好的 都能够完全发挥最佳的内涵 红的红,白的白 就是要我们承行天主创造的旨意 就可以发挥出这些特点 和执行所赋予的天主的使命 若是没有经天的才华 他不是天生一个领导 他只是一届的木匠 斗木鲁 所以在他平凡的生活里面 天主就是挑选了他 作为天主子密西亚的养父 因为天主的光荣 就是在一种谦卑里面 彰显万丈 使我们知道 我们人 不要此在奥物 我们在天主面前 应该有的就是这份欠虚 这个就是约瑟 约瑟按照方的描述 沉默低调 但是 不会袖手旁观 他实行天主的正义 就算他不明白天主的意思 他憑的就是信德 而一种的信德 是由爱 由爱德去推动的 而在望德之中 完成了天主的旨意 因为在他世世之前 他未经验到耶稣的死亡和佛活 因为若是爱慕天主正义 所以他没有公开地羞辱他的未婚妻玛利亚 本来很想 避免他 暗中忧退他 不过在梦中他得到天主的启示 深信不疑 听起整个的性格 就算颠配流离逃难 都已承担 保护最神圣家庭的责任 这种的责任感 其实我们真的要去求 去学习 去拥有 不要推却 不要推卸 不要逃避 所以这个就是圣悦室的信望爱 值这件事 当年保护耶稣和玛利亚 现在依然以慈悦的心 去关注所有天主子的安危 在这幅图画的照片里面 大家有什么感受呢 这是一位温柔慈爱的爸爸 约瑟看着耶稣成长 耶稣在他的智慧和新量 也在天主和仁慈的恩爱上 逐渐增长 六合音第二章五十二节 约瑟都是如上主对以色列所做的造作 因为天主就是拖着耶稣列文 离开埃及在抗野里面 带到他们进入福地 约瑟拖着耶稣的手 在他小时候教他如何走路 他都像其他爸爸一样 抱起个宝宝到自己的面上去亲他们 苦生喂养他们 九十二仙之书第十一章三至四节 所以在约瑟那里 我们看到 耶稣其实感受到的是 天父天主温柔的爱 圣明一百零三篇 第十三节感觉 就如父亲怎样恋爱自己的儿女们 尚主也怎样恋爱敬畏自己的人们 这个就是 透过约瑟 让我们看到天父 这位父亲 怎样对我们 通过救恩史 我们的软弱 得到实现 就是罗曼书第四章十八节 所提到的 在绝望中仍然怀有希望 圣保禄跟我们说 圣保禄跟我们说 因为在他身上 时时他的弱点 那些罪就好像一条刺 圣保禄感受到的 就是说 简单后书那里所说 免得我因那高超的启示 而过于高举自己 故此身体上有一根尺 圣保禄提醒自己 很多的东西不是凭自己的能力 而是凭天主的恩宠 我们要学习的 就是以温柔的慈悲 去看待自己的软弱 何时我软弱的时候 就是我最坚强 刚强的时候 是因为有主在我们当中 撒旦 时时都要我们看到我们的弱点 我们的脆弱 令到我们自己有时会埋怨 会责备自己 为什么我这样不行 那样不行 但是圣神 就是以温柔的慈悲 帮我们去看到 爱的光照 所以人不怕跌倒 人不怕自己做得不好 最怕的 就是我们 只躲在自责里面 我们没有勇敢地站起来 去面对 教宗说魔鬼都会向我们说真理 但是他这样做 就是为了谴责我们 而我们知道 天主的真理 不是为了要谴责 而是为了要欢迎 擁抱 支持 和欢恕我们 所以透过修和圣事 其实 我们可以感受到 天主 就好像耶稣比喻里面说的 慈父一样 奴家福一样 第十五章 大家记得 浪子的比喻 完全反映了这个事实 所以 是教我们 就是我们对天主的信仰 即使我们仍然在恐惧 在我们脆弱和软弱之中 仍然相信 天主继续在我们身上 运作着 所以我们不用怕 不用担心 当然 日子 不一定好过 但是 有天主 就一定 过到去 在我们身上 若失生命是平凡 平凡 平凡 为他来说是福气 很多时候我们人 是不甘于平凡 有时自焦烦怒 而天主被约塞的圣照 是他做耶稣的养父 在地的父亲 好像他的生命 随时变得 不平凡 由平凡之中 看到不平凡 变得不平凡 这个才重要 所以换言之 实行天主的正义 莫过于 跟着天主一起生活 所以人们说 什么叫正义 就是跟着天主 生活 这个就是上主 所视为的正义 更加要承天的旨意 每一日 他的旨意 就自然滲透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与其说 约塞 抚养耶稣 长大 倒不如说 耶稣 临坐在 聖家 约塞的家里面 是他 抚养着 约塞 灵性的生命 更加貼切 约塞 约塞的温柔 就是在他生命之中 失去耶稣那一刻 去寻找他的时候 看到他那种的折磨和苦虏 明白到他对耶稣这个孩子 那份慈悲的外护 是一位纯重的父亲 就像天主对玛利亚所做的一样 上主以梦境向约塞 启示他的救恩计划 在圣经里面 所有古路的民族 都以梦境作为上主宣示自己 自己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梦 又记不记得这些梦 多数都不记得的了 一起床就没有了 所以第一个梦里面 就是一位天使帮助他 解决了严重的两难的问题 究竟如何对这个未婚妻 已经怀孕的未婚妻 不是自己经手的未婚妻 这个胎 这个坏了的人 怎么算好呢 我们都会遇到这些两难问题 很多时候 但是天使 报目给他说 不要怕取你的妻子 玛利亚 因为那在他内受伸的 是出自圣神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在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把自己的民族 由他罪恶中拯救出来 这一个就是 第一个梦 看到若失 如何对天使我们的顺从 使他能够 面对克服到困难 第二个梦 就是当克洛德 等不到耶稣 于是 又怕他 推翻他的皇位 于是 要所有的士兵 将两岁或者以下的婴孩 全部 杀了 第二个梦 就是天使 告诉耶稣 起床 带着婴孩和母亲 走 走难 走去哪里 在埃及 今时今日 都很多人走 不知道为什 走难 遇到难 难题 灾难就要走 其实走得去哪 有没有问一下天主 问一下耶稣 可以怎样 日室就是这样 带着 圣家去到埃及 在那里住 直到有人 再次 天使通知他 再次 杀他的婴孩的人 那些人都死了 那今天就 发第三个梦了 天使叫他 起床 回到自己的家乡 那就是第三个梦 因爲 带着人 在世人 他在世人 的想法 按世上 我又去到家 我说 那天使用了 江湖了 繼承他父親更加一個恐怖的君王 做了猶太王 他爬回去 於是第四個夢就叫他 退避到加利勒亞境內 住在一座納澤勒的城裏 所以就成為了納澤勒人耶穌 也都映現了先知所講的話 他將稱為納澤勒人 其實不單止那四個夢 看到藥室的順從 是他帶馬利亞回去他自己的地方 去登記的時候去白蘭人口登記 看到他很服從法律的 看到他和嬰孩耶穌去聖殿祭獻 看到他和耶穌過時過節去耶路撒冷 這些就是他對人對主的順從 這份順從 這份順從 不多不少都影響著耶穌的 要服從一點都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若說是一個服從的父親 以天父作為家長的家庭 每一位成員都是服從的家人 服從不是屈服 不是屈服 而是經過理智思考之後 以致的認同 在愛裡回應天父的愛 簡而言之 天父子義無非就是愛 天主的子就是愛 不是獨裁專制的命令 所以因為愛天主似是而止 因愛而止聖子服從 他雖然是天主子 卻由所受的苦難死亡 學習了服從 生緣祈禱 其中一幕大家都很清楚 父啊 不要照我的意思 也是照你的意思 就算是苦杯 要喝的就要喝 我們人就是最難的了 我們是求福免亡 最好就不用經歷苦難 有難 天主你當 有福 麻煩你給我享 耶穌通過苦難 啟示了天主愛人之心 這也是他對天主使命的服從 在慈悲大樂之中的服從 日室透過四個夢境服從了天主 改變了日室的想法和決定 雖然我們未能夠有這種的恩寵 但總可以透過天主的聖言 去幫我們學習服從 所以不要四為問 而不問天主 不在聖經裡 聖言之中去尋找答案 所以天主通過這個四個夢境 指引導航的日室 如何實塵他的聖照 負責保護這個聖家的責任 在人生顛配流離當中 服從了天主的旨意 天主的旨意 慈悲大愛 服從天主的 不一定順風順水 因為 耶穌都沒有享有任何的特權 在人生的跌倒當中 堅持信望愛 是聖家每一位成員 以愛去服侍 為世界展示了天主的愛 和天主的愛 他們不是吵架 只是顯示身為胸襟廣闊的父親 若瑟無緣地接受了瑪利亞 堅信了天主的說話 所以看到若瑟內心的高尚 所以他按照愛德 來處理法律上的問題 因為當時其實很大件事 其實可以抓瑪利亞 就是要公審 用石頭扔死他 所以就算他不了解 當前的大局 他還沒有決定 怎樣保護瑪利亞的名節 尊嚴和聖命 他決定了這樣去做 而不去的時候 主啟蒂了他的判斷力 實在受我們的尊敬 若瑟我們描繪他的靈性之路 不是一條變解之路 今時今日我們就很想走這條路 變解 若瑟走的是接納 所以不要問為什麼 還是問怎樣 天主給我們的路怎麼走 我們就要走 不是為什麼要我走 就好像若瑟對他的妻子 曾經激烈回應 因為他的妻子慫恿他 要反抗天主給他受的苦 若瑟的回答 很實在 很適合我們 就是難道我們 只是由天主那裡接受恩惠 而不接受災禍嗎 天主給你向得福的 我們都要怎樣 接受所有的苦難 更加感恩的 就是若瑟教我們說一句說話 無論怎樣都好 願天主榮受暫備 之後這樣 我和你施得到平安 要不然 在苦難裡去轉 有排你苦 有排你難受 就不能發出來 當然若瑟不是被動式的無奈 他不是很被動去接受 他是勇敢而堅定積極的在生活之中 因然設立了 指示了聖神賜予祂的光毅 一種的恩寵 所以就如上主 告訴若瑟聽 達美之子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是我 不要害怕 就是耶穌基督說的 所以即使事情非我們所願 今時今日就是了 我們需要放下的 就是所有的憤怒 和那種的怨氣 只有這樣才能夠更開放感 更深層感 看到生命的意義 就是我們怎麼有勇氣 按照福音去生活 我們生命 就會奇蹟地重生 所以認識的態度 鼓勵我們不分彼此地 接納和迎合其他人的實況 而且特別要關心弱者 因為上傳 簡潛了懦弱的人 所以都教會我們 如何去看待我們身邊 有需要的敵兄姊妹 完全絕無條件 寬恕接受罪人 只有天主才能做到的 因為我們人總是有限 都需要一些條件 才能夠完全敢 去寬恕和接受罪人 特別當我們受迫害的時候 我們很難去寬恕 這是事實 在藥室正義慈悲的心裡 在無完全理解的情況之下 藥室仍然勇於接受天主的使命 承擔聖家家長的責任 去保護耶穌和瑪利亞 藥室絕對不認同犯罪的行為 他是尊重人 可以也可能會做錯 他不判斷 他在夢境啟示之中 一步一步實踐他的聖照 就是開放自己 折立天主的派遣 為他神修的突破 恨罪惡 愛罪人 天主的愛在他生命裡展現 我想這一點 正正是今天我們基督徒需要的 我們看到現時我們的教會 那種的分裂 那種的分割 我們願不願意 不只是看對與錯 是與非 而是看看天主 想我們怎樣走這一條路 走這一步 是接納 是愛 那些問題大家都想過 六河 藥室是一位勇於創新的父親 創新要有勇氣 不是這麼簡單 看完所有真正內心要療癒的第一步 就是接受我們個人過去的歷史 甚至擁抱我們生命之中 不是我們自己所選擇的事物 我們要加添一個重要的元素 就是副創造力的勇氣 不要欣賺 因為事實上是很難的 昨天我堂區院神父跟我說 因為他很關心堂區的設施 因為現在沒有人來聖堂 他又很環保 跟負責的同事說 在禮堂外面已經有一個藥薩桶 裡面不需要再放這麼多藥薩桶 其實沒有人用 因為又浪費 有藥薩袋 但是那個同事習慣了這樣做 很難改變 我們就是這樣了 習慣了這樣就是這樣 因為改變是要面對很大的挑戰 上主信賴若失賦創造力的勇氣來做事 過去面對瑪利亞要分免 性家要逃難 同樣 有時候我們的生活 都要受到很多的 不是自己想的 是被人所擺佈的 但是 福音可以展示的 什麼才是最重要 至於我們表現的 和垃薩垃的目著 若失相同的話 富有創造力的勇氣 尚主會找到救我們的方法 所以不是我們自救 而是天主會用祂的方法去救我們 上主信任若失 巴利亞也信任若失 巴利亞在若失身上 他找到了一個 不單止挽救祂的聖名 而且是永遠供養祂和祂的一個人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普世教的主寶 真是非聖若失落屬 因為教會是什麼 基督的奧體 而在歷史上的延續 一如馬利亞對教會的母愛 也展現了它是教會之母的身份 所以我們在若失那裡 學習同樣的照顧和責任 對教會有責任 所以回應湯漢書記的唐區更新 如何更新 如果大家不參與 不是教會如自己的家 不去開創 透過不同的方式去傳福音 去見證信仰 去組織起來 我們只要慣性感 每個主日回聖堂 參加尼莎 其實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 每個主日回去是一個慶祝 但是這個慶祝 也要在我們生活的環境 我很欣賞當年 海星堂 他們那個分區聯區的網絡 這種的推動和設計 真是將信仰活在每一個地區 真是不再在堂區 我們是堂區 但不是靠堂區 要將耶穌 將這份愛 將教會 活在地方 才能夠體驗到 教會和人那種密切的關係 才看到 我們透過聖事 透過服務 如何好像 主耶穌邀請我們去愛我們身邊的人 特別是窮人 因為 服侍服務 這些人 就是在服務著耶穌 馬道芳文第25章 公審判 大家已經聽過 都很清楚了 不過有時候我們 難於實前 寂寞 在宗教表達方面 驅離死守規矩 或者堅守死硬的規矩 那就是死硬了 教會又如何? 因此固步自封 不能向前 如果當年約室只是看法律 不看聖母 他就不會成為正義的聖家家長 他都沒有辦法去保護 反而會打擊天主救贖的工程 約室會不會的信德 沒有固執幾見 一切皆以天主的旨意為中心 生活無論怎樣的缺乏安全感 都動不到約室堅守聖家的安全 所以很多東西 其實所謂安全感 不是來自外在一切事物 而是他們心裡有沒有天主 很多時候都跟教友說 以前一位修女 黃素文修女 教我的 我都跟大家分享過 心中有主 由他作主 那你一定成功 因爲 我們作主的事都會有機會錯到貼地 但是天主作主 一定正確無誤 因爲工作中的父親 也是 教宗倫十三世 最出色的通語就是 紳士通語 教會頒布了這個奮鬥 強調了聖約室和勞動的關係 聖約室是一個目象 誠實地賺錢養家戶口 我們要重新認識 有尊嚴的工作 或者工作裏面得到尊嚴的重要性 而不是只是為錢而工作 而是為了我們人 一份尊嚴 人需要工作去凸顯我們自己的能力 所以聖約室是一個無飯的儲捕 工人的儲捕 我們要請聖約室 為一些勞動者 幫助我們找到我們堅定的信念 沒有了年輕人 沒有了年輕人 應該說沒有了任何的人 沒有了任何家庭 教宗說 不應該讓他們處於失業狀態 今天大家有看新聞的話 都知道 我們的財政司 財爺預告什麼 來年的失業率是很高很高 所以這個是我們很大的 面對的困難 所以希望我們能夠 為人們提供就業的機會的話 就應該盡量為他們 謀劃一份的工作 不是單單為錢、薪金 而是體驗一個人的能力 唐區現在都不知道幾時有黎薩開 於是有些人說 辛苦都沒有人來了 不用買桃花了今年 不用買桔了可 我說不是 我們照買 麻煩 幫幫點花籠 不是因為我們很有錢 而這個是我們應該有的使命 既然教會尊重工人 我們都需要去尊重勞動者 給他們分享這個大地的資源 分享大地的一切 透過工作 工作和天主創造宇宙的能力是結合的 以及人的工作 就是將世界塑造成為更加美好 是使用天主恩寵賦予人的才華 若是按照當年男權社會的架構 獨立工作 行起聖家的生活 必然的 所以因此他的工作除了為了吃飯 其實都是建立在教會 耶穌和聖母的合作 成為教會的初刑 所以耶穌死了之後 將母親交託給外徒 外徒將他接待在家中 這個就是教會 日室已經去世 不然的話 耶穌不會將母親交託給他外徒 不過 日室已經將聖家保護到 可以治理自立的地步 這個就是透過 日室辛勞的工作 約瑟是一位形影不離的父親 教宗引用了一本書叫《父親的影子》 書裡的少許形式講述了約瑟的生活 他用了令人回味的形象、影子 來形容約瑟 日室和耶穌的關係就好像天闊在塵世上的影子 去守護並保護耶穌 永遠不會讓他獨自走自己的路 如影隨形 身為父親的 就是將孩子引進生命和現實裡 不要阻擋他們的發展 也不要過分保護或者佔游 而是要讓他們能夠為自由 為自己去作出決定 享受自由 探索新的可能性 很多時候做父母的 特別現在的父母 非常保護他的子女 過分了 他們想了他們的一切 要他們做父母想做的事 沒有了那種自由的選擇 所以這裏要的父親和子女 是要在一起 但是不是要佔有他們 去駕馭他們 甚至統治他們 所以這裏要的原因 全都被稱為 若失智潔者 愛的邏輯永遠是自由的邏輯 沒有自由的就不是愛 若失智潔者 如何以悲人的自由去愛 它從未使自己成為事物的中心 它都沒有顧及自己 一直都是為人 專注在馬里亞和耶利蘇的生活裏面 它不單止從自我犧牲之中 獲得幸福 還從自我愧陣裏面得到幸福 施予者 各分的福 施比受更為有福 所以我們每次歷行父職的時候 我們都要記得 我們不是為了要擁有 而是一個指向更大父親的身份 標誌 所以某程度 我們都是若失天父的影子 若失同天主子如影隨影 於是天父從來沒有離開過耶穌 沒有離開過我們 我們一切天父最清楚 祂最知道 你頭上的幾條頭髮 符都一一數過 若失沒有消極感犧牲自己的人生 來造就聖家 祂以正義回應天主的召叫 是主動奉獻自己的生命去守護聖家 這份奉獻可以說得上是若失的精結 奉獻和精結整合成為若失超脫的父聖 雖然 祂在婚裡未曾說過一句話 或者祂說過沒有記載低 祂可以見到的是祂以慈悲的大愛 特別奉獻自己給聖家給教會 祝以讓天主的子女效法之外 祂依然每時每刻 以父愛守護聖家我們的教會 好,今年聖約七年如何慶祝呢? 有一點提議 我都是參考回來的 不是我叫你們做的 給大家一個參考 教宗的武漢學習聖約精神 如何與耶穌和聖母更密切地活得高尚 是教宗的重點 我們可以學習祂的德行 多點與聖約室親近 我們可以奉獻33天給聖約室 每天多點念玫瑰經 去不同冠以聖約室為名的聖堂 或者地方朝聖 香港都有好幾間的,大家知道嗎? 粉嶺有 九龍灣有 香港花園道有 尼島也有,鹽田寺也有 在那個朝聖 將日室的傳統 用入自己的祈禱和家庭生活裡面 3月19號和5月1號去參加尼撒 網上都好,比沒有好 參與堂區和教區相關聖約室年的活動 早晚祈禱,不要忘記 向聖約室祈求 好,來到這裏 講到祈禱 有一篇特別的討詞 我們一起念 亦都作為今天的結束 因父乘 及子,及聖神,祈禮 哈馬 去逗世主的呼霉者 致聖同經亞利亞的聖陪 天主將首名喀禍心叫歌譬喀禿 liter 聖墓水 raz karme 基督佼可九如食以 lie 聖緣ophone 新福如此寓所 但就是不 gloss de Taoiseuric po sanct 定能當早要教 singular 是皆同道 主人曾者不早焦醇 並非諧而與自 Soy not直焦 永恆會一起奉獻,祂要入祭,阿媽。 好,在完之前,這裡要冥謝董事高聖經中心, 冥謝葛執事團隊,很早就翻譯了,給我參考。 也有愛子會,聖母聖心愛子會, 祂也更早翻譯了這封的目函,給了我們很多資料。 多謝網上提供給我的很多圖片。 一一致謝,天主佩優。